这里是芙苓千里乌江上面的一根神秘大烟囱 烟囱下面是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长城 据相关资料记载 60年代6万人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不与外界联系 就连父母都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地图上白韬这个地方从此被抹掉 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今天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进入其中一探究竟 816地下河工程 现在我们必须探索一番 先检票 这里进去的话会做这样的一个小车 然后连着这个隧道走 现在这个车已经出发了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你真的是很难想象 这个山里面是空的 就完全挖空了 好多差点 那我们来到哪个地方 到站了吗 到站了 我们下去看一下 这里这个大门就是这个104核发电厂房 看一下 这里写得到 然后这里都有一个简单的讲解 厂房长是104.5米 宽是25米 高是31.2米 建筑面积是9623.22平方米 8万千瓦的这个气人式发电机 就在这里面放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是特别黑暗的 沿着这个隧道走过来 接近200米的地方 在这里有一个楼梯 我们要沿着这个楼梯往这个地底下走 现在我们跟着这个大部队 往这个地方下去 参观 下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隧道 它这个是一个引水洞 就是说把这个乌浆的水 从这个隧道引到这个地下工厂里面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给这个 核发电机 那些降温的一个作用 然后它的总长度是2862.2米 直径是3.5米 它的这个储水量为2.7万亿方米 汽水高度可以达60米 八台原浆48-15形的这个水泵 将这个乌浆的水抽到这里面来 现在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哇塞 时光隧道 大家看这里又是一条水泵 哇这个应该它当时是连接在一起的 因为解密之后可能就把这个地方给隔开了 现在要往上走了 走到这个地方来往上走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 哇 这个还很深呢 感觉像迷宫一样在这里面 只一个人下到这里面的话 是很容易迷路的 没有人这个指引的娃娃 看下面 黑漆漆的 这是105 追工热工回路场 这个地方大家来看的话是特别的重寒的 有可能视频里面看起没有那么的重寒 但是是确实的特别的神秘 可以说是这个乌浆上面 最神秘的一个地下工程 哇塞 这里又是一个隧道 这里是816工程转厅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牌子介绍是101公号 就是这个816工程里面最大的一个重寿 待会儿的话我们要上下供12层 就是要上12层下12层 特别的重寒 在这里面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816的一个发展室 感兴趣的可以来这里啊 详细的 然后 接下来大家跟着我的进度来 地底四铁的其他地方去遗坛究竟 下来之后我们沿着这条平行的这个房屋 应该是房屋板往这边走 这些地方是没有开放的 然后我们看这边 像迷宫一样 大启门 大家看这个是大启门 穿度是1米左右的 1.5米左右的一个大启门 这个是钢板做的 我找 应该是可以防这个几个种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动枪1010 通常就是反应堆锅底 这上面是铺的这个 玻璃 这个就是锅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核反应堆的这个锅 半面 这就是以前的这个锅 我们往这边走 继续带大家去参观 那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这个合反应堆现在还是有哳慑的 所以说人在这里 待的时间不能太长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大气远 消气了 进行 另外一个空间 特别建议大家来 这个福利一定要来这个华路看一下 参观一下 看来这个地方就是上十楼的这个楼梯了 我们要沿着这个楼梯 上十楼 其实这里面还很大 很多的地方 没有窗光碗 这是谁画的 是一个嘴臀 就像一个鬼脸 我们可以向上看一下 这个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816地下河公群的这个冰山一角 然后这边还有标语 下定觉醒 我怕牺牲排除万难 争取胜利 这里是以前的这个货运电梯 人行器货运电梯 然后这里又有标语 愚公愚三 人定盛天 这边是 一面学习 一面生产 克服困难 敌人 上等 我们要从这里 这就是核反应对大厅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锅的上方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面 看下面是什么样子 它是死在外面 大家看 那边有很多那种住着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明光闪闪的 大家有知道的吗 因为我妈平均了当年结婚的战事 他们就来做文实奉献 坚强奋斗 自然尽人的保费健身 当时八十六本也为中国的核公业事业 可能像青春像中生 像中生 像子孙那么贴身 对象一般的城市说 如果这六七四年代 我们国家不保险 都在侵略的话 那么随时会被别的国家欺负的 就没有这个国际地位 可以说三线的感受 从根本上 而愿意能做很多 多合理的物业图局 也可变得老少编辑地群的经济 可以说当作能够习 也会有我的厂志求 立下了乌乌鸡 从这边出来 我们又进到了另外的一个巨大里面 我们现在继续探索 哇塞 那是特别特别特别的 我用这个石灰来形容 它的这个巨大 这里面的一个基地试镜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旁边的时候看到的这个 烟柱的这个项目 大家听一下 当时的地址悬持工作 在国内选择三年的时间 选择山坏的地方 最终确定在福岭 百头的金字山 这个地名是 潜口吴江贝克503 是503外头的一个宇宙金字山 因为这里的地址节目 比较的稳定 远离地震带 靠近湖江水源边的红布 选择过后 包括白韬 这个地址就在最后的上司 工程部队当时陆入一个白韬 刚建讨的时候 当那个草军附近 就一个满车的部队 专门附着这里的几位工作 建议地点的决定外泄 当时这里的空气地址 只能写1513信箱 这个邮箱 只有这么一个数字变化 没有想起了地址和地点 坐了一段这个缆车 那我们来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 大家看 哇塞 这个洞墙的高度特别的高 然后它这个弯度的话 有接近这个一个房子的一个洞墙 还是特别的重要的 这个地方是229化工进风中心 这是一个进气口 沿着这个时光隧道过来 这里是五号洞 永远的工程 这里主要是展示了 以前的这个生活场景 还有这个石坟 37个石坟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是以前的这个物品 应用体格 看一下前面隧道 这是一个老式马灯 看一下 这个是老式的汽油灯 这个很少见了 现在基本上是通道的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从这个816活动城出来了 这个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值得来 这个参观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我们向这个革命先辈致敬 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乔战猛马上改名为这个山里跳了 大家记得关注我山里跳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